大家好 大家好 最近好幾位好朋友 問我說我在忙什麼 在那個做那個 儲藏室的空間 那個樓梯底下做一個空間 然後前面做櫃子 那因為一個人在做 我就把它分段 其實它有四段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然後做好一個組件固定 再做第二個組件再固定 再做第三個組件再固定 這樣子 然後現在第四層最上面 那我在外面做好的一個組件 然後現在把它放上去 我用露營的分享這個DIY 我很喜歡做DIY DIY就是自己操作 很多生活中 我們有什麼想法 盡量自己做 從做的過程裡面 去學習那個經驗 去享受 不要把它當成是很困難 或是很麻煩 如果你是有錢的人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然後請人家來做也是可以 因為我的想法比較很難跟人家溝通 因為我想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甚至圖畫好的 做出來都還跟我的不一樣 所以我比較喜歡 我自己來做自己嘗試 有問題 遇到瓶頸請教朋友 請教專門的人這樣子 然後把問題克服起來 這叫做生活中找自己的想要做的樂趣 去享受它 不要覺得說很麻煩 很多人說 這個很麻煩很搞剛 是沒有錯 可是你去做的時候 你享受的過程 就是不一樣的心境 而且我做好了之後 是很有成就感 再來就是 別的地方也沒有 因為我只要做一個而已 這個很有樂趣 那我現在就是要組裝第四層了 很多人說 你怎麼把它搞上去 我就是一個人調角度慢慢搬 然後我要先練底 調一個高度之後 再上去再推上去 就很快了 這個也要一點一點那個 怎麼講呢 工程經驗 因為可能我是做那個工程的監造人員 看過很多工班克服 克服困難的方法 我就把它學起來 那現在就要上去 好 這裡很重量 那先不要好角度 那不用急 那慢慢很安心 安全第一 然後站穩 身體要站穩 上去 然後調那個角度 因為我這個尺寸都已經兩好了 才做的 好 那旋轉 因為第三 第四層就做比較前量化 就比較好推 有沒有 這一個最重 這一個很重 第二層還好 因為第二層 它樓空的也是 我先做四個腳 然後再疊上面的 其實這四個 四個腳是分離的 那要這樣子就我量過 爬上爬下量好多次 所以知道會合不合這樣子 有個第四層腳 那我這裡故意做平面的可以掛東西 裝飾 這個就是那個木工膠 就是人家講白膠 要做東西要了解材料 有沒有 其實我每一層我都是 那個 因為這個很穩固 有沒有 它也不會往前 因為它為什麼不會往前 因為我的 第四層已經卡在這個梁柱上 所以它不會往前 它也不會往左 為什麼 因為 我第四層卡住的時候 它已經 這一面 橫量 我塞在橫量底下 也是卡住的 我們要了解安裝的方式 就可以知道怎麼去固定它 那我都是用 螺絲固定 這個部分就用螺絲就可以了 那 因為鎖螺絲 手套有厚度要拉下來 所以 做東西 DIY是這樣子的 不要怕麻煩 怕麻煩就是 不要自己做了 就花錢請人家做 或是保護人 或是請專門的人來做這樣子 那我是 有時候我會 我是坦白講 我故意這樣做 我是訓練我自己的 生活跟工作能力 因為我這樣子做 我有經驗了以後 去做工程監造 我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分享 跟工班們討論 怎麼做會比較快 用意在這裡 那 DIY還有一個缺點 DIY 工作這個 有一個缺點是 器具的問題 因為坦白講 你不常用 不常用的時候 又要自己做 就要去跟人家借工具 那你借工具 你平常就是要 跟一些有工具人 保持正向互動 不然你會 看人家臉色 或是 聽人家一些負面的語言 問 啊你 這麼麻煩要做什麼 你自己做要做嗎 你就找人做就好了 那我也知道找人做 可是就是 跟 跟工具有關係 跟費用有關係 跟 跟經費有關係 那我自己能夠做的部分 就 自己想辦法克服 對不對 那很高興 這些材料 有人贊助 我也撿了 很多材料回來用的 其實 這一座 不是全部都是新的材料 有些邊邊腳腳的料是 人外 不能講 反正做出來是新的就好 要是把鎖固定 不用鎖太多坑 因為它已經 我固定得 要讓 這一座移位而已 然後螺絲的長短 要自己要看一下那個膽子的厚度 鎖太長的會躺過 鎖剛好就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是要固定位置而已 所以剛好的擋不起來 他這樣就不會移位 第四層完成了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工具有重量的工具 做好一個工箱的動作的時候要拿下來 像這個鐵錘 重的東西 萬一不小心底下有人 你拿東西掉下去哭到人 造成危險 所以我都習慣是一個動作做好 做下一個動作要全部落實 這樣就是工作上的安全要顧 這個是經驗分享 DIY有DIY的好處 就是你自己做要自己花時間 那享受是那個過程 可是做起來不一定比別人來做便宜 為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你平時不常用去買會比別人貴 像一些耗材什麼 如果常用的工單常去買常去用會比較便宜 偶爾才用的買的成本會比較貴 那盡量就是生活是這樣子啦 如果真的很困難 困難的時候就是去用戒的 用看人不要的 然後正好人不要的拿來用 那是最不得已 如果說你經濟還許可的 盡量就是用錢去處理位 有很多像螺絲很多工具 什麼基本工具 你自己買 你去跟人家戒要看人家臉色 真的有些人他不是不好 他的觀念是 他就是認為說你自己要做的東西 你自己要擁有自己基本的材料 要自己用材料 那問題是 我們很多東西是 用了這一次下一次 很久很久才會再用到 那你跟人家戒就要找真正的好朋友戒 那當然戒要有戒有還 我常常很多工具 人家戒走了 久了我忘了是誰戒的 他也不還 然後我也遇過 戒了之後 很久很多年看到 你的工具是我的 他說是他的 我會想算了算了 人家說他的 明明我有暗號我有記號 他一定要說他是他的 那就算了 就是了解一個人就好了 那也不用失破臉 為什麼 因為失破臉以後就絕緣了 那如果他這個人是有優點的人 工具和優點 懂意思嗎 他這個人的能力 勝過這個工具 你就是以能力為主 他當初拗了我的工具 就把這個人放棄掉 千萬不要 因為他的能力可以做 比工具更有價值的事情 這就是我跟人家實感保護一下的地方 那我再錄影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 現在上層級 還有細部要做 後面還會有 有隔 那個 隔前 會做圖形 圖形 我後來想想 乾脆用輸出的就好 會用個中風感輸出 我用錄影的方式 然後這裡還會有軌道門 這次我會自己 那個像 想幹嘛DIY 躺在講 我軌道門 都是看人家做的 自己來做 要做一個門 要先做一個門之後 然後這個軌道手上去 然後這樣子 這個軌道門其實他還有很多細節 譬如說水平啊 角度啊 然後這一項水平 這一項水平 都要去考量 推得順順 然後路檔 所以就是那個 燈啊 那個門才不會往外翻的 那個燈啊 也是 要量好 這就是經驗 那我不是木工 純粹就是 那個 體驗一下 那個 做這個木工的 的那個 因為我看 太多木工班做東西 然後 我只有看 自己很少在住 所以我利用 我現在自己裝 那個自己 佈置裝修工作室 然後自動 那我把現在 錄影 把這個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就知道 那個 我最近在忙什麼 那我調這個角度 好了 這個角度 這樣解說會比較方便 好 這個就是 我原本這裡就是空的 我現在把它 用腳料做骨架 中空版 剪的 很多東西都剪的 中空版的是剪的 有沒有 我把它當成到時候的層架 放東西的層架 因為我把它打光 所以 我用中空版 然後 因為我設定放的東西 不是重的東西 那物盡其用 這個是 人家展覽場有沒有 蛋活動展覽的時候 隔間用的那個 中空版 我就把它剪回來 切個腳 放上去 這個還要弄好 還要固定 還要打矽膠 收編 還有很多細節要做 所以我只能先把粗框弄起來 像這 要做裡面的 置物錢 裡面的是 儲物空間 然後這就是 軌道門 就是 像這軌道 這叫軌道 上掛式的 然後 軌道有兩種 底下還有一個 軌道可以頂住的 輪子 我沒有採用那一種 因為 這跟經費跟技術 也都有關係 盡量簡約式的做法 這樣 然後再做一個門 這樣推 然後再用面板 修飾掉 推進去 就收起來 就平等這樣子 我這樣講解 也不知道 懂不懂 那因為 這個柱子 我想這個空間 可以再利用 我就把它 一格一格的 到時候可以 放CD 或放 放那個 那個什麼 馬克杯之類的 或是陶藝 都OK啦 就是一個一個塞進去 佈置起來這樣子 那還要再上油漆 這個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木頭 我室內 我通常 比較不會用水性的 我會用油性的 用油性的 來刷 好處是 還可以防衝 因為它那個 有調和的 甲梗之類 可以防衝 然後水性吸水之後 對木頭 比較容易爛掉 我的經驗 我都用油性的 去調那個 甲粉 調松香水之類的 那 我為什麼用 黑咖啡色 因為我這裡 我要把它弄成 像 屋中森林的感覺 屋中有樹 有森林的感覺 然後 咖啡色比較大 比較協調 是這樣子 那 弄好的時候 再來 我再 這樣 預約 叫做是預約來 來 因為這裡空間有限 容納不了太多人 然後你們可以欣賞一下 我的做法 那你們自己要DIY 或可以再建 我們自己嘗試做 還有很多地方要做 一步一步來 耶 感謝 關心 所以我最近在忙什麼 就是在忙 那個工作室的佈置 好 謝謝大家的愛心 謝謝 敬